任人唱颂 马祖慈悲 今天我们的祭会开始 请各位合掌进行花艳旅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行独宗圣 天上神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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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大家来学习最主要目的是 我们马祖圣道的修行 有所谓的道法度人 要学习道家的武士 三一向命仆 来帮助有缘的人 那我们当人家看相 并不是说 讲你发生什么事 害人家很紧张 那上次我们提到 倒霉的相 大概有五种的征兆 最容易看到 那讲完以后 顾问有说过 有依告说 今天会讲一些 七级避凶解决的方法 当我们提出一个问题 就要给人家一个解答 不能说你发生什么事情 那没有告诉你怎么办 因为马祖是慈悲的 不可以恐吓人家 所以当你提出一个问题 请告诉他要小心 一定要有解答给人家 要给人家 然后跟他分析 这个道理、逻辑、解说 那今天呢 更要解说 面向七级避凶的五种方法 最常用的五种方法 一定通用 让你自己DIY 可以变得很好硬 所以不管你有没有一些不好的征兆 平常呢 就养成这个五个七级避凶 把面向变好气色变好 硬性变好的方法 第一个就是要提醒大家要注意面向的变化 我们每一天早上醒来 不要立刻去摸或用毛巾去擦你的人 要赶快去照照镜子 那这时候气色就容易看得到 醒来那个气色 就是神明要你沟通 经过晚上呢 人生的一个沟通会显入在脸上 那个气色很准 如果你有不好的气色的时候呢 你要警洁 比如说呢 发现呢 我们的人夹黑黑的 代表我们人际关系啊 权利的今天呢 会受到影响 那就要警洁啦 就今天你要特别注意啦 那你的盗杰功 在绝角旁边的盗杰功 你长出红色的气色 还是不好的气色 你当然要警洁啦 今天可能有东西要掉了啦 有人要偷你的东西 那如果说 像你的眉毛 眉头的眉毛翘起来 有一两只主向叫事业 那事业功 那就是你今天的情绪 会跟长官呢 或是长辈呢 发生争主啊 要很小心 赶快要失失眉毛嘛 对不对 你要警洁啦 你要警洁的 那如果你发现呢 印堂发黑呢 额头出现了一些征兆 因为我们常常看说 印堂发黑啦 额头出现气色啦 这时候呢 你今天要特别注意 你要多休息 尽量不要太劳劣了 要换慢你的脚步啊 尤其是红色 印堂啊 额头发生红色 这火旺啊 火旺未成灾啊 所以有火恶要来啦 火的灾难 所以你要换慢脚步 最好今天冷静下来 可以到庙宜或是教堂 去寻求人帮忙啊 去收着肩子啊 或是呢 家里有火堂 去拜一下啊 静坐一下啦 让自己气色好一点 如果真的累了 就请假在家里休息 就请假在家里休息 那如果你人口上面长出痘痘啦 那痘痘又不是很经营 左右对称的 你要趕快呢 到医院呢 或是抹药 趕快让它消除 不然那个痘痘 几天 那一个礼拜啊 十几天 你自然就有些事啊 那譬如 先来考试期间啊 小朋友额头都长出痘痘啦 那就很容易 考试医院都不好嘛 所以你要尽量的一个防备啊 让它多出维太命C啊 赶快上医院啊 那让痘痘呢 赶快消除掉吧 所以一定要留意 你面向的有变化啦 让它对诊下药 对诊下药 那 都是第一个要撑警截嘛 第警截 你要眉毛 你赶快撕一撕 赶快化眉啊 化眉 如果气色不好呢 你还只打个粉底啊 对不对 男子也拍一拍 拍拍一拍 两边拍一拍 让他气色稍微起了一个变化 当然不要打太力啊 这个 黑青啊 这个麻烦哦 那第二个 一个人要懂得修饰这个仪容哦 你的面貌啦 头发啦 要整理啊 才会戴得好硬啊 所以你要注意自己的髮型啊 额头呢 不要去盖自四月宫啊 也不要盖自你的父母宫啊 这个是你的长辈印啊 你的企业在企业里面 做四月 你跟长官的互动啊 所以头发不要过长 不要遮住的额头啦 你看起来就没有精神啊 所以你要你的余龙呢 很重要啊 所以要 现在是此期出 今天很多人在应征工作 你看看他额头看头看明了 盖自的你会觉得看起来没精神 你的额头亮起来 你看起来很有精神 那四月印呢 长官印呢 长辈印才会好啊 这个两美之间的印堂呢 要修饰一下 要保持这个印堂的两指宽 如果你发现呢 你太狭窄了 你就要修饰 再把它拔开啊 所以两指宽呢 而印堂 你看起来比较舒服啦 比较会有朗延啦 粘粘啦 那气量看起来比较大 你印堂狭窄呢 就不过 气量不大 人家感觉上就是 怪怪的 所以印堂要开阔啊 表示你愿望容易实现 欣赏事成 所以一般年轻人的印堂都比较狭窄 不够宽大 容易跟人家有冲突嘛 所以人家感受到 你那些打给人 很喜欢打架 所以你把印堂给拔开 当然去印针啊 做什么 好印就会来啦 所以人家有适当的化妆啊 你要适当的化妆啊 那气色很好很明亮 带粉红色啦 黄红色啊 都非常好 有精神发亮 有助于对我们给别人的好感啊 对不对 让自己看起来很清爽 而且很有精神 而且帮助于人际关系的一个开拓 所以一个人常常洗脸啊 不要不洗脸 脏脏的啊 摩托车骑下去 脏脏的 要去印针啊 赶快你去化妆室洗一洗 不然你哪个地方吹得黑黑的 印系看起来人家就觉得不好 因为人是视觉动物啊 因为看得不舒服 就会影响我们大脑的想法 所以这个照顾好自己的脸孔 是很重要的 有人说啊 虽然没虽命啊 你滚都讲这句话 滚都不赞同了 人看起来清爽漂亮端庄啊 清秀的人呢 得脸脸 还有脸 找工作也比较方便一点 大助上就这样子 我没有给他一概而论 对不对 这个不是虽然没虽命啊 还是把它延组也很重要 干干净净的 自然美 我们能不能有自己的特色 围起自己的自然 可是要弄得干干净净的 不要整个盖制啊 除了你是走意识路线的 比较不同的 需要创意的 那当然给人感受不同 就要去配合接地气 来整理自己的遗容 那第三个要培养好的习惯啊 有好的个性呢 可以改变面向 所以一个人呢 像马祖堂教我们要 面带微笑 沉默寡言 叫沉默微笑 这叫我们要沉默微笑 可以避开很多的灾难 所以一个人常常微笑 他很有礼貌 都说谢谢啊感恩啊 看你笑笑啊谢谢啊 你看那个 这个嘴角都翘起来啊 就在行船啊 如果每天板这个人呢 就在 平准啊 那个船就倒了 就沉了 所以 这个 大脑在想什么 脑细胞30%呢 脑细胞呢 它会影响面向 面向的一个细胞有关 所以你常常乐观 你想的是乐观正面的 你也会显示乐观正面的 所以一个人要有礼貌啦 都读书 像有新生 你都读书有气质 你居然显入在面向 而且有助性 你居然会发亮 你居然会发亮 还有一个慈悲心 你就垂眉 看起来都非常慈悲 自然像有新生啊 改变个性呢 像就有新生 心就是你的个性嘛 所以你要改变自己的面向 就要从你的心开始 心开始 在困难光邪恶面向 我是经理级的嘛 那负责教育信念 有一天董事长都问我说 你今天写什么啊 我说我要写面向啊 那你是跟 我们科党级以上的干部 上面向写 那我跟他们 这些同事同僚 大家都很熟悉啦 那棍都教他面向开课 其中有一个同事可以跟我们分享 拿了三年前的相片 跟他现在的相片 真的差很多 那三年前他的相片呢 他的眉毛是三角形的 六角的 所以他常常跟人家起冲突 那后来他走入宗教了 他就写佛了 他的眉毛呢 就变弯的 半年型的 半夜型的 就变得很慈悲的样子 因为进入火门啊 每天奥密陀佛啊 他不敢做坏事啊 不敢想坏事啊 每天念奥密陀佛啊 再拜佛啊 所以他眉毛自然就垂眉了 善心垂眉 所以不同的眉型 就代表不同的个性 所以你要修飾自己的个性啊 你的情绪啊 你的习惯改了 自然呢 你的面向改了 你面向改了 给人家感觉就好了 所以你的好运就开始来了 所以面向可以带给人家好运 所以改变个性 改变好习惯 改变好习惯 養成好习惯 你竟然改变面向啊 你竟然有好运的面向 就有好运的运气啊 第四个 鼓励大家多运动 要注意健康 好运才会来 你看看哪一个生病啊 血压高 你看你脸都红红的红罩啊 对不对 那你得到肾脏啊 你会发现你的脸色会比较黑啊 就是只会中医 第一个就望嘛 就看嘛 就可以看出来 所以面向气色要好 一定要有健康的身体 加上呢 精气神充斥 硬气自然呢 一定不会太差 所以我们平常要有 规律性的运动 也好的饮食习惯 还有最重要充分的 休息跟睡眠 那我曾经呢 在课堂上有习惯 在网路上呢 网路大学堂上面有讲 有一个人亲的一个器官的 也就是总经理 他还有户业在做一个营件的 要去标案 那顾问看他眼睛红红的 就知道他运气不好 他也觉得自己运气不是很好 那顾问叫他 都睡一觉睡他一个礼拜 再去标案 终于有个标到 运气都变好了 所以充分的休息 别让眼睛红 印堂黑 那你的眼睛发亮 眉毛发亮 代表你有充分的精气神 这人千万不要暴饮暴食 要有规律的饮食 运动 睡觉 休息 我们自然呢 精气神呢 身体精神都好 你好运我们自然就会来了 所以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所以注意要睡眠 不要熬夜 你看到熬夜的人呢 眼神都往下垂 因为没有精神嘛 你开车很危险的嘛 就倒眠事就会来了嘛 所以贵律的生活 一般人都忽视的 都喜欢熬夜 因为某件工作恋物来了 就很注意力啊 就很专注做 忘了吃饭忘了睡觉啊 这时候自然长久以来呢 身体就不好 你年纪轻的时候 精气神旺 一两天 这样还可以 可是各位 无形中的伤害很大 要有健康 才有好运的人生啊 所以要记得记得 不要好运 面杖才不会长痘痘啊 气色才会好啊 運气自然就会跟着好啊 第五个 人一定要学会禅定 静心 定静安利德 定静安利德 我们大学之道 对不对 德改印的结窍啊 就是我们大学之道啊 定静安利德 在改变面向呢 最有效的结窍呢 就是到教堂去走一走吧 到庙里面走一走吧 接触一下修行啊 接触一下宗教 就像呢 各位每一个礼拜 一个小时都 来上网路大学堂 马祖网路大学堂啊 我们来 来练佛啦 练座啊 大明座练一练啊 然后呢 我们来听话 来上课啊 来医生啊 来跟顾问贼这个言啊 来祈祷祷告啊 来回向啊 让心静下来 静下来 静下来 静才能静 静才能安 安才能立 立才能得啊 所以 常常到庙里面宗教 環境里面去走一走 透过宗教的建制环境呢 影响 让我们注意力转移 因为现实中很竞争啊 人心呢 不古啊 会遇到一些不好的人 很缓啊 所以我们要让自己呢 走入庙里面 在那个建制气氛之下 去寻求内心的一份呢 平静跟安详 那从无形中呢 进入这个禅定 静心 安心的一种境界 透过祷告呢 我们来跟神明呢 人神的 沟通 天然交流 不仅心灵上可以平静下来 同时我们大脑呢 可以知道更多的一个事啊 可以过力啊 来施力啊 来思想啊 来过力呢 得到一些功夫 所以 让我们的心静下来 没有压力 不要那么紧张 你会发现我们大脑就 創意都特别多 idea都特别多 所以放慢脚步呢 做好还行的功夫啊 做好还行的功夫啊 会让我们不容易患臭 也 不会招来无妄之灾 无妄之灾 那正面思考 求起呢 马祖的保佑啦 不断提醒自己 我是最棒的 我是最棒的 天上众神呢 都会很照顾我啦 因为我是很正派啊 對不對 我们 行善不失啊 慈戒忍辱啊 對不對 我們有在修啊 所以我们是 天之交子 馬祖的好孩子啊 那 透过自我暗示 我是全天下呢 最棒的 我喜欢我自己 我喜欢我自己 我是独一什么样 無恶的 自我暗示 让心灵呢 更自信 然後更安详 不做亏欠事呢 不怕鬼敲眠嘛 對不對 半裂鬼敲眠 我們都不怕嘛 那提起自己的精神 那要配合前面的 運動啊 飲食啊 那当然 违连处事的個性啊 再修改 你的精气神呢 自然而然 都会变得很好 那個神呢 有神通 馬祖的神會跟你交流 會幫你打氣 所以你氣色不好 去收拖金 去拜一拜 稍稍精子 讓那個氣呢 過過那個 我們軟腳腳啊 對不對 家屬家屬 然後拿著我們的香火呢 自己禱告 到廟裡面呢 過個火 為自己的加油 自我暗示 然後最重要的是 要學醒 每天都要十五分鐘 能靜坐 練一下大明座 歐馬尼巴咪奉 或是 南母天上聖母馬祖菩薩 一直練 或是看經練經 練經 來培養自己的精氣神 因為你 定 敬 安 力 得 你的氣色將來就會很好 一定會很好 你運氣自然會跟著很好的 個人很好 今天呢 介紹一個五種 如何讓自己面相氣色 這個面相呢 變得更好 個性的改變 一個好人 又好慈悲的想法 慈悲的言語 起慈悲的念頭 很自然會難呢 你大腦是這樣運作的 很自然你的面相 像有信心就會改變 然後呢 去運動 不然就到廟裡面去 拜神 給他加持加持 然後助我暗示 我是最棒的 我喜歡我自己 自己打氣 然後運動呢 精氣神就會食指 氣色就是不一樣 再蓋上一個慈悲心 神之教主 馬祖會疼愛你 那加上呢 虔誠的宗教信仰 懂得去拜拜 啊 窮馬祖啊 得安樂 還要去解脫 那我們走上菩提道 那真正的修行 自然氣色就非常的好 那各位呢 今天呢 五種呢 讓面相變好 帶來好運氣的方法 五個重點 跟各位分享 陸陸續續呢 各位會教大家 這個撇步 一些訣竅 比如說呢 人人不好 感情沒有異性言 那如何 在我們的 夫妻公啊 前立官 面角這裡的前 那在主女公這個地方 中間也點一顆字 把它畫一個很好的字 你會覺得 這個女孩子變成很有性感 很得這個異性的言 在哪一個點個字呢 會帶給我們的好運 有很多的撇步 當然 你有疤就是不好 如果要趕快去什麼呀 去把它抹平啊 現在有的除疤啊 膏啊什麼都有 你盡量把這個面相呢 照顧好 讓人家感覺 看到你 心裡就很高興 所以一定要 去助力於我們的面相 整視我們的怡龍 所以我們拜馬祖的 同修們 一定要 拜拜的時候啊 記憶你的怡龍 你一定要把頭髮弄好 然後呢 適當的化妝 在廟裡面來拜馬祖 這也是我們的修行 一個禮儀 那以上呢 可以跟大家分享 面相的知識 如何 來質疑面相 讓我們自己的好運 會跟著來 以上感恩大家 謝謝大家 馬祖慈悲 請大家合掌 功請馬祖 高波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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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 好 有 祂,祂祂,祂祂 祂,祂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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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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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天上圣母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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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主持人 大家好 我们现在开始来分享《天上圣母经》 北港朝天宫版的《天上圣母经》 这本经典最主要有分四大部分 顾问在分享的时候把它分成四大部分 第一个是《念式马主》 《念式马主》 《念式马主》 到了《环戒》 《环戒》的原因 《有》是什么 他在世的一个故事 他一生的故事 他升天以后 他做哪些 《攻击》 《攻击》 《念式马主》 《念式马主》 希望我们要学些什么东西 就来成为马主 成为马主 那今天我们讲到亲近马主 上一次我们提到 马主视我们为处主 所以我们来认马主当干妈 会得到15种福报 会感应15种福报 也就是15种利益 你会感应很大 所以你来皈依马主 就是念马主当妈妈 我们天上的圣母 马主婆 那我们都叫她 马主妈妈 那你就是真的皈依了 你有感就有印 有感就是种子下去 这个因人种下去以后 就会开花结果 这个印就会开花结果 那今天我们来接到 讲到亲近马主的第二个城市 第二个城市 第二个阶段 来分享 在经典上我们要了解到 我们的信 也就是我们生信 马主呢 救世利人之心 无疑乎大事之化身 此行饱华度一切苦恶 所以顾问说我们要了解 马主宗教是有借他力 借了马主的能力 马主的艳利 跟观音的艳利 来离开六道轮回 离开我们人生的八苦 那第一个亲近马主的第一段 第一个城市是 婆心自窃 是苍生如赤子 所以雷招应益 由祷而必应 只要你有祷告 你就有感应 那感应 什么呢 就有十五种福报 十五种报 所以上次 顾问也有跟各位分享这一段的经文 今天就只要讲 清静马主的第二个城市 要做什么呢 在经典上很短 清其莫相 无感而不通 第二个城市 第一个阶段就是 这几个字而已 就要很虔诚的 去祈祷祈求 莫就是林莫良 就是马子的神像 你在他神像前 很虔诚 祈祷 那就无感而不通 你就会 跟他结这个因年 种族这个因年 而开始 不是只有印 只有一个开花结果 那个开花结果的结果是 结果是什么 是可以通啊 所以你无感而不通啊 所以你要跟马主沟通 你又必须在马主的神像前 来跟他祷告 跟他祷告 这个莫呢 以名词来讲 就叫 我们马主的神像林莫良 神像的向前面 跟他祈祷 那莫呢 又是行动词 就是 你要默默的啊 虔诚啊 心里想就好啦 默默的想 不用讲出来啊 祷告呢 就可以跟马主呢 相应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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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个祈祷 来祷告 那马主呢 就会跟我们 有所沟通 就是 我来 你往 我来 你往 那前一段呢 是感应 就是 你会感受到 马主会赐给我们 15种福 他会保佑我们 你会感受到 他保佑我们 15种利益 那这个第二阶段呢 谈的就是 我們常向马主的神像啊 摩拜祷告啦 我們連跟神 連跟马主呢 就可以用拔杯了啦 求簽了啦 或是托梦啦 或是马主會透过 別人啊 化身啊 來跟你讲一些話 或是马主會透过武士 像面相啊 顾问在分享面相 就是说 那出色一些气色在你脸上 你早上醒来 看一看气色 哦 那马主要告诉我 要注意什么事 那就是 马主在告诉你咯 你有跟马主祷告 就把话讲给马主听 马主又有话 回应回来咯 就相通了 就是相通 所以 我们呢 一定要去做一件事情 常常呢 摩拜马主的神像 所以我们呢 要到常到庙里面去 对着马主的神像呢 三跪九寇千层的摩拜 然后拿起杯来咯 来跟他沟通 只要你是 念他当妈妈 接下来 你又懂得 在他神像前 拜叛 祈祷 那利用呢 一些功绩 光滑 来跟他 枯通 一定会通 一定会通 那这里一个重点就是 謀相 一定要有个马主的相 要有马主的相 所以我们一德马主同修会呢 所以鼓励所有同修 称呼马主为马主妈妈 接下来 我们就会跟你分享一张 祈福四伯镇 有马主的神像 都带在身上 你出席念了的活动 都带在身上 祈福四伯镇 或是呢 你把它放在相框 摆在公司 所以你上班呢 就对那个相片 那个相框里面的相片 马主的相片 拜拜 祈祷 马主妈妈我来上班了 希望马主妈妈保佑我 今天接多少订单 今天能把什么处理 圆满 能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你跟他讲 他会跟你沟通 他一起就会 画在别人身上 来帮助你 来讲话讲给你听 而且实际让你感应 那会感应到 那 还有 我们会发放 一条 北港朝天宫 金安然 戏马的一个项链 那上面呢 有马主的立像 也有马主的像 你带这个项链在身上 臨死的时候 发生一些事情 你也可以跟他祷告 他也会跟你相通 五感而不通 有几个力 那 困了十几年前 肚子不大舒服 早上起来 凌晨的时候 五点多 肚子很不舒服 就一直忍耐 你要到七八点的上大医院 大医院的检查 跟他讲说 我肚子好痛好痛 就经过抽鞋 照X光 檢查 痛得要死 到了十二点半 你看 那个医生才过来跟我讲 他跟我讲 你疑似的盲肠炎 可是盲肠就在前面会痛 你竟然痛到后面去 所以我们不敢肯定 可是如果 可能是盲肠炎 要赶快的什么 开刀 你做个决定 要不要排下去 马上上手示范 开刀 那这时候呢 我太太都很紧张 那跟连络看 要不要转练 都做什么样 那 顾问当下呢 就拿起我项链 因为项链有马祖的神像 那我开始的磨蹈 马祖如果说 这次是即兴的盲肠炎 需要马上开刀 你就前后也要换 如果呢 不是很严重 只是一般的那个 未肠炎 休息一下就好了 你可以左右呢 說No 說No 就是左右說不用 不用开刀 等一下就会好了 如果说需要转个医院 那你就绕千千 我说把那个项链呢 躺在和平床上 就拿起来在胸前 用双手拿起来 如果静止不动 那个项链 哇一直前后前后一直动 就很紧急的样子 趕快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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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顾问的太太呢 幫我安排转炼 那我说我告诉他 马祖说趕快开刀 不能耽搁 所以马上呢 安排进去开刀 人家开盲场40分钟 顾问开了快要2个小时 结果没事了 安然渡过这个难关 我要讲的就是这一段 你念马祖当妈妈 你一定有所感应 他会保护你的健康 当你有事情发生的时候 南面一定会有事情 人生哪有没有病痛的 哪有没有遇到挫折的 你临时有事 那你就在马祖的神像前 拿杯来跟他搬杯 跟他沟通 跟他讲话 他也会跟你讲话 这叫通啊 叫通啊 这无感而不通啊 你马上会感应到 而且马会跟你沟通 那顾问就拿起项链 那项链上有马祖的神像 就当作一个杯 左右呢 摇焕就说No 前后呢就是点头 说yes 摇焉焉呢就是笑杯 有其他的方法 那马上呢 就当杯来使用啊 所以马上就做沟通 那这实际的一个例子 那我再举个例子 有位呢 在大陆做生意呢 开工厂的一个好朋友 他做得不是很顺利 在十几年前呢 开始呢 遭遇到一些困难 那顾问就跟他讲 那你来练马祖当妈妈 就请一个马祖的神像呢 回去 那神像是用相片 相框 那顾问呢 帮他带到大陆去 那我就跟他讲 你每天呢上班 就跟他讲 马祖妈妈我来上班了 你有事就祈求他 那我从大陆回来 隔了几个月他也回来 他跟我分享 好灵验喔 好灵验喔 我跟他祈求 希望我的所有机台 十二个机台呢 不要停机 我跟马祖祈求以后 对他的相片祈求 就不到十天 那我年轻人都接到订单 一个测试的单子 那做得不错 那对方又下了一个订单 几乎我们三人十二台机器都不会停工 太灵验了 那也就是你很牵扯 所以千奇莫相 五感不通 马祖呢 是灵感的马祖 我们宗教的特色就是 特别有灵感 所以我们第一个阶段呢 就是我们呢 念马祖当妈妈 叫他一声马祖妈妈 天上圣母 马祖伯 伯阿 内心本来当我们家里的母系长辈 他都像阿嬷一样 那么疼我们 像妈妈一样疼我们 接下来呢 我们要懂得祈祷 在他的相片前祈祷 所以君呢 很多人来给君呢 看命理 他生了病了以后呢 君说 从你的名字一看 你赶快要改名字 求马祖帮忙 最后我一定会跟他建议 你赶快到庙里面去 去求马祖 念他当妈妈 然后拿起胚来跟他沟通 我接下来要做些什么事 你能不能当我妈妈 来保佑我身体健康 我改了这个名字以后 可以评评什么 安安 你跟他沟通 跟他沟通 那拿起胚来沟通 所以我们看到马祖庙 为什么台湾的马祖庙 都那么多的行翁 人那么多 就看到每个人都在拔杯 就清奇梦相 就在马祖前面呢 祷告了 然后开始沟通 沟通 这些都是马祖的法 就在天上圣母经 无感而不通 所以 固在这边跟各位分享 最后呢 各位一定要深信 要自己去验证 在别人身上也在验证 大家都验证出来 我就没有深信的不疑 深信不疑 在二十几年前呢 一等马祖还没有来 以前 固就很虔诚的拜马祖 所以那时候 在看主耶斗士 完了以后 然后给他一些指导 给他指导 指导完了以后说 你要不要跟马祖问问看 固指导的方式 对不对 用这样的方法 是不是这么能解决 那我就拿出一个电脑 那电脑有马祖的相片 那还可以抽签 那抽出来的那个签诗 非常非常的准 那因为呢 我们就拜拜 这马祖伯 我遇到什么事情呢 要怎么样来解决 那你的建立如何 一按 那一按 那个签诗跑出来 电脑签诗出来 很准 顾问实验的二十五人以上呢 但目前我都还在用 因为那有马祖的相片 我们就倾其末相 就有五感而不通 对不对 就像电脑签 非常的准 因为你虔诚 你要虔诚 你虔诚其末相 你有祈祷 马祖的相片前 你五感而不通 你自然就会过通 今天故呢 第二阶段 牵进马祖 求马祖 拜马祖 得安乐 第二个陈述 第二阶段 就是在马祖的相面前 很虔诚的祈求 你一定能沟通 有五感而不通 以上呢 感恩大家 谢谢大家 马祖慈悲 YDM智慧禅 四大感恩 感谢天地之恩 感谢父母之恩 感谢社稷之恩 感谢众生之恩 马祖慈悲 马祖慈悲 大家好 本座呢 马祖给的智慧禅语 是四大感恩 大家都了解 很清楚 马祖的精神 主要的是慈悲 跟感恩 马祖的慈悲呢 帮众生离苦得乐 为我们呢 离苦以乐 拔苦以乐 另外呢 信徒们呢 要懂得感恩 感谢报恩 感恩就是感谢 还有加报恩 要回报 那马祖慈悲 对待我们呢 我们要懂得感恩 所以马祖的教育呢 感恩很重要 所以打开呢 通往跟马祖相通的钥匙 两把钥匙 就是慈悲跟感恩 如果我们具有这两种精神 我们就跟马祖相通 所以呢 我们这里的马祖的提醒我们有四大感恩 也就是我们信徒呢 每天呢 要常常念这四句话 第一个要感谢天地之恩 所谓感谢天地之恩 还要懂得报恩 答谢他们 而且要回报 要报恩 那天地呢 就是代表呢 宇宙 代表的星球 这个地球 地就是地球 天是一个宇宙 大自然 如果没有这个宇宙 大自然 这个地球 生万物 已养我们 我们如何能生存在这里 所以 要懂得感谢天跟地 所以中国人呢 要祭天拜提供 然后呢 我们懂得要爱护这个地球 尤其地球现在 整个环境呢 被破坏 我们更要回报 照顾它 要种感谢报恩 所以我们要懂得拜拜 因为像我们是信仰马祖 马祖是宇宙的象征 所以我们来拜马祖 就是在感谢马祖 然后呢 我们会来供养马祖 祭祀马祖 来尊敬马祖 那这些都是一个报恩的行为 这是第一件事情 而且我们要记得要感谢天地之恩 再来感谢父母之恩 父母对我们呢 不求回报 足物耕耘 不求收获 这种爱 从小对我们的疼爱 牺牲他们自己的时间 体力 财物 尽他们所有手能 包括用生命来保护我们 那我们一定要懂得 孝顺 回报 百善孝为先 所以我们要回报呢 天地 最主要要先回报父母 这父母的恩惠一定要回报 所以我们呢 看到父母真的要说谢谢 要感恩 感谢 不只要换在诀里常常讲 而且要从心 从行为上去展现 真正的回报父母祖恩 那接下来要感谢社稷 祖恩 各位要知道 从小到大 这个社会 这个国家 有多少人在照顾我们 小时候呢 我们有老师教导我们 教育我们 爱护我们 我们从小呢 从呢 国家有精对的保护 不受人家侵害 对 就是要懂得去感恩 然后呢 警察先生 维护这个治安 很辛苦的指挥的交通 所以我们很多麻烦的事 都要去麻烦他们 所以这个设计 这个国家呢 对我们很大的恩惠 教育我们 栽培我们 给我们很多的机会 你看这马路 这经济的发展 给我们就业的机会 所以有多少人在这边奉献 最后一个要感谢众生之恩 所有有情的众生 包括 情众、人们 还有呢 很多呢 每天呢 提供给我们 来养活我们 所有的众生 那 很多众生呢 在为我们 无形中 间接地在效劳 帮助 你看蚯蚓 帮我们把土壤呢 弄松 那些育虫呢 帮我们 除掉那个害虫 这整个十年呢 都有每个 都扮演他的一个 贡献跟角色 这个大自然呢 才能维系 尤其是 我们 人 所以 人跟人之间呢 要多说 谢谢感恩 然后 一定要回报 尽我们的一个责任 我常常在演讲的时候 都会挤一类 挤一个例 关于感谢保安 我常常呢 就 拿出我的领带 秀给大家看 展示给大家看 各位 这个领带呢 我第一个要感谢 我太太送给我 再来我要感谢 那个 帮她推荐 这个领带 给我太太的 那个电源 然后我还要感谢呢 那后面呢 那后面呢 开这个店的 那个老板 任意投资 请这个员工 吴连连 来这边 卖这个领带 我还要感谢呢 那个后应公司 把这个领带 从工厂呢 从国外呢 发飞机 开飞机的先生啊 在后应当中 多少的公众的人员 来为我们服务 还要感谢呢 开缓织厂 缓织 做这个棉布的 做沙的 还要感谢那些铸造的 加工铸造领带的 还要感谢呢 那些设计师 设计这个颜色 这个款式 还要感谢呢 那个农夫 种下那个棉花的种子 再收成 才有这个布料 还要感谢那些养蝉的 有些是禅师 对不对 要感谢多少的人呢 你知道 一条灵带 有多少人的贡献 让我们享用 请问你用什么回报给他 所以一个人在一个人世间 要懂得感恩 当你懂得感恩的时候 你才知道你的角色 你的责任 跟你的义务 是那么的重大 所以我们对这个社会 要不断的贡献 正面的贡献自己 因为我们实在 得他的太多 所以马祖提醒我们 早上醒来 要自己练一下 感谢天地之恩 感谢父母之恩 感谢社稷之恩 感谢众生之恩 如果你懂得感恩 你就是一个真正的好人 你才有那个福报 而NET做好事善事 得这个福报 你才能享有天人之福 天人之乐 所以感恩 慈悲 是我们 马祖信徒的主要精神 也就是马祖教育我们 马祖的精神 马祖这个宗教 最重要的是 学习马祖的慈悲之心 帮所有终生 离苦得乐 就是感恩 回报 然后我们一定要 懂得感恩 懂得谢谢 谢谢 感恩 所有的人 所有的事 所有物 感谢所有天地 在这里 感谢大家的聆听 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 马祖慈悲 感谢大家 инов 彭艇 彭艇 睇靖 晋靖 落 下來,閉起眼睛,一起來送樂 後世站起來,跟著以木偉所做的動作 一起來擺一趟導引工 清淨見活,到工廠 請各位閉眼後世起禮 蓮花清淨心 拯救人間苦 慈堂渡眾生 離苦而獨樂 佛露獸靈門 天上聖母 難無玉德媽祖 難無觀音菩薩 難無阿彌陀佛 不停地去 靈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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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Ani Pa Mi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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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运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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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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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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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盛